天文台在上午4時45分 發出今年第一個寒冷天氣警告 今早早的氣溫在降至12度或以下 新界部分地區最低只有9度 不少市民都出動到雨涌和爛霧來保暖 天文台預計今日日監最高氣溫會上升到17度左右 而去到星期三和星期四受到另一股偏冬氣流影響 預計會多云和有幾陣雨 而強烈冬季后峰會繼續為本地帶來寒冷的天氣